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新聞大報掛 我看到在直播裡面 已經陸續有人來報導了 那非常好 那也希望大家趕快趕快進來 那同時按讚 以及幫我們把連結分享 還有推播出去 那當然在今天來說 很快過年了這個疫情大爆發 疫情絕對是重點 所以稍後如果指揮中心 指揮官陳時中 有什麼相關的最新指示 我們也一樣會隨時在節目上補充來討論 那麼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看到蔡英文總統 一連串的尊蔣作為 他似乎要搶當蔣經國正統繼承人 那你就會發現 雖然已經引起了民黨內的內戰 可是在國民黨這邊 你看兩個重要的人物 一個在取名字 一個把重點放在看房子 也就是朱立倫和蔣萬安 其實都沒有對這件事情 有任何的回應和做法 怎麼說怎麼做 目前我們看不到 我們稍後來討論 不過先為你介紹 今天節目來賓 首先邀請到是時事評論員 布洋新聞談台長朱凱翔 大家午安 以及時事評論員黃陽明 大家好 好等一會呢 一起跟我們討論的 還有溫三北 好那我先來看看就是這個疫情啊 其實這幾天一樣是大家討論的焦點 那很多人其實都一直在講說 會不會升三級 會不會升三級 因為疫情連環報 當在指揮中心的部分 昨天已經定調了 即日起一直到2月7號都是二級警戒 只是二級加鹽 好他有一些關於探病的部分已經緊縮了 還有口罩的部分呢 已經要全程都要戴 戴更緊就對了 好所以他有一些相關的指引出來 但是呢嚴格來說其實就是過年二級 那過年二級這個風險高不高 其實大家覺得很挫 那有些人也在問了說如果接下來這幾天 突然之間確診數字大幅攀升 會不會隨時或在過年期間有可能會升三級 好那我要先請大家來看到這樣的一個數字 也就是這個是雅虎民調他所做的 他就是問大家說會不會在春節期間有跨縣市返鄉移動 還是高達6成5的民眾會照常返鄉 好那麼另外呢來看到其實網路溫度計呢 也有一個數字 發現希望升三級的升量其實衝很高很高 那大家也就希望說政府是不是能夠寄出鐵腕 那我們看到王必勝在昨天也話說的很清楚 他說其實接下來採檢的結果一出來 他說這個確診量肯定會增加 而且會更多而且一定會陰轉陽 好網路溫記錄記秀出來了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在1月22號不過這已經前兩天了 那個升量很高 那本土確診院一夜暴增60例 網友質疑說為什麼不升三級 那包括在昨天的時候 陳中宣布到過年之後都維持二級警戒 但你可以看得出來其實 現在更早的時候還是有什麼 有人有網友在PTT發文說拜託升三級吧 這個東西大家都很關注 那也是希望說政府是不是會有一些措施寄出 可是問題怎麼寄鐵腕 這個是很多行業 或是很多人都要死一片 好吧 挖挖叫了 那凱翔怎麼看 覺得說如果過年二級風險高不高 我覺得我完全反對升三級警戒 一點都不懷疑 就是反對升三級警戒 因為現在必須 我們必須認真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定義災情是怎麼定義的 是很多人感染就是災情嗎 又或者是很多人死亡很多人重症 然後醫院全都不堪負荷叫做災情 我個人認為災情應該被定義為後面這個部分 比如說造成很多的重症 很多人死亡 很多人像是去年疫情初爆發的時候 等不到救護車在家裡面 然後呢就是對傳染家裡面的人 然後甚至有一家四口都在 都死在家裡面這樣子的一個悲劇 對不起一家四口三個人死亡這樣的悲劇發生 那個叫災情 很多人感染現在此時此刻不是災情 因為到目前為止 所以到目前為止的統計數據 感染Omicron的人還是沒有重症 他的症狀就跟感冒一樣 請問一下我們要因為感冒 感冒去阻斷所有人的社會生活 還有所有這個社會上面一些經濟活動嗎 這當然在我看來我是完全不贊成的 最近這個經濟部剛剛公布的一個數據 就是針對這個所有的工業指數 台灣去年真的是新興向榮 所有半導體業然後工業生產 幾乎這所有指數都是上氧的 但是最慘的還是服務業 服務業在去年還是相較於疫情之前 還是有10%左右的衰退 12月稍微好一點那是為什麼 那正是因為說這個疫情 大家都這個疫苗接種 2劑的比率這個接近8成 然後一劑也到7成 然後大家覺得開始對疫情的終結 開始出現一些曙光之後 大家願意出來用餐 然後很多的服務業業者 在經過去年疫情的摧殘之後 要嘛東山再起 要嘛重新盤整之後 重新開始之後 這個社會重新回到那樣子的氣氛 所以讓服務業才好一點 各位不要忘記服務業 雖然它的產值在現在台灣來說不是最高 但它卻承載了最多的 最多的就業人口 那跟很多人的經濟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們要為了一個類似感冒症狀的 新冠肺炎變種 再次回到去年5月到8月的狀況嗎 那其實在時工環境上有非常大的不同 第一個病毒的特性不同 當時的Alpha株 它即便傳染力沒有這麼強 但是它的致死率跟致重症率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至少比現在Omicron高了非常多 而現在Omicron大多數人的症狀就是感冒 韓國剛剛出現了一個最新的數據 最新的數據它這個 這個說感染Omicron的人當中的死亡率是0.16% 而且大部分集中在60歲以上的長者 確實這個長者身體還是比較弱 必須要好好保護 不過不過打了疫苗之後的重症率跟死亡率 也是顯著的降低啊 所以第一個時工環境就是病毒不同 第二個是我們現在的保護力也不同 去年5到8月是因為大家都沒打疫苗 整個台灣社會的人體是處在一個非常脆弱 幾乎完全不設防的一個狀態 所以要把大家關在家裡 我們用空間換取時間 換取等待疫苗的時間 換取普遍接種的時間 那叫以空間換取時間 要把大家關在家裡 你不要出門了 不要去外面用餐了 也都不要營業了 最好路上都沒有人 但是現在不一樣啊 現在就像我剛剛講的啊 第二劑第二劑充7成了 然後呢第一劑將近8成這樣子的數字 如果我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 對疫情有重新的不同的評估 那我們過去大半年到底在忙活什麼呢 所以這時空環境真的不同 大家很討厭這句話 覺得這每次都拿來當卸責的話 但確實是這樣子 而且我們再往未來看 世界衛生組織現在已經開始講了 在今年夏天的時候 這個疫情有望終結了 然後已經公佈新的指引了 新的指引包括像是建議各國之間 不要再以疫苗作為彼此中斷這個交通 中斷旅行這樣子的禁令 其實這個世界正在為解封做準備 那我們在現在該做什麼事呢 其實我覺得有些事情該做 第一個我不再成深山疾 我不再成深山疾 但我並不反 並不是說什麼事都不要做 就躺在這邊躺平等著大家自體免疫 不是這樣子的 而且有很多事情該做 比如說今天報紙上 我也認為指揮中心有一件事情沒做到 比如說他那個新冠肺炎的口服藥 你為什麼買這麼少呢 對我看到我也覺得 你為什麼買這麼少呢 這不跟去年疫苗叫你買多一點 你不買一樣嗎 如果你現在的政策已經在往 要跟病毒共存 然後呢要某種程度的開放 甚至未來為開放國境做準備的話 那你這些戰備物資 你應該要多買 想盡辦法去市場上搜刮 現在這方話不就跟我們去年 叫你去搶疫苗 是一模一樣的嗎 這件事沒有做到 第二件事情是很多政策的調整 跟對民眾的衛教應該要做到 舉例來說 像很多民眾對疫情的恐慌 還停留在去年 對那個病毒的想像 然後於是很多政策 還是因應那個病毒而生的 比如說今天 今天馬千惠要是接觸 就好像確診了 那明天同樣 明跟馬千惠可能會被通知 要隔離14天 隔離14天 這樣子的隔離政策 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是非常不利的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我昨天自己講個故事好 昨天自己開車回家的時候 在聽廣播 那是一個平常都在聊什麼星座 然後心理測驗的那樣子 軟性的廣播 然後結果這個主持人 也是針對剛剛千惠的問題 就請觀眾call in 結果呢大多數民眾 他們沒有什麼政治立場 平常都在聊星座的 然後大部分人都擔心的是什麼 擔心的不是Omicron 會傷害他的生命跟健康 擔心的是他如果被塞羊的話 他身邊所有人都不用過年了 對 所以大家很害怕 不願意出來篩檢 那這個時候 我們政府就應該 針對這個時空環境的不同 病毒特性的不同 去做不同的政策 比如說 我居家 鼓勵大家自行篩檢 真的篩羊 你沒症狀 在家自己居隔 居隔個五天七天 也就算了 基本上我們就算 我們就算不用把你抓去醫院 抓去集中檢疫所 那請你在家裡面隔離 我覺得某種程度 民眾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政府也需要這樣的資訊 我總要知道病毒 到底散多廣了吧 所以我覺得 現在這個時間點 現在這個時間點 不用懷疑民進黨政府 已經在往跟病毒共存做準備 那不是說他多一名捨五 而是這個疫情已經進到社區 你是很難追上的 所以他再往這個方向走 他再往這個方向走 不然他春節期間就會升三級警戒 但他沒有這麼做 代表他其實心裡有數 嘴巴不管怎麼說 身體是很誠實的這麼做 但你在往這條路走的過程當中 你有很多事情該做 正如你去年 你把疫情升到三級之後 你很多事情還是沒做 然後醫療量的人都沒有準備 這些問題才是我們應該要擔心的 好 我們看到這個陳時中呢 有特別在講 這個在園區經營二減的部分 他說如果穩定的話 整體情況是樂觀的 那今天新增的是13例本土 那我順著凱翔剛剛的話 然後來請教陽明 就是說 對 那現在是 反正就確定是二級加鹽 那這既然是加鹽 我昨天就講 我說反正他可能最高到2.99 他也不會到三級啦 那是不是要在這個相關的指引配套上頭 他應該有更細緻的規劃 其實我們的指揮中心 2020年的這個叫關鍵制 叫超前部署 2021年叫叫正回歸 2022叫不升三級 我覺得不升三級 我覺得大家其實多數人 是願意接受 而且多數人也對所謂的三級警戒 也有恐懼 甚至會有所謂的那個叫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你知道嗎 就是去年我關過一次喔 如果再來喔 我要怎麼樣 已經開始你知道 有些物資已經開始在搶了 就是他們預設說 如果封城要怎麼辦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 我是不是這樣 自我先升三級 很多的民間餐廳的尾牙 自主取消 其實指揮中心並沒有宣布說不能 全台灣的春節訂房 已經下滑了一到兩成了 沒錯 都做了 很多是自主的喔 圍爐改成外帶的 很多人也都這樣做了 年菜還可以外帶 但是你出去玩 就全部減少了嘛 所以我說這個叫自主升三級 所以我說這個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我自己把自己懲罰了 我不需要等指揮中心宣布 我自我就把這升級了 那這個的狀況呢 其實對經濟的影響會有的 但是長期而言 我覺得指揮中心該做的 其實是要告訴民眾說 我們面對現在的病毒狀況 該做什麼反應 其實我非常贊成這個 凱翔剛剛說的 這個病毒如果Omicron 它確實是一個輕症為主的感染 那確實就不需要用到 所謂那麼大規模的清零疫調 集中檢疫隔離這樣的措施 但是我告訴你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實際上台灣 其實上個禮拜那個羅伊軍 他有公佈嘛 實際上還有所謂的Delta病毒 在一路 我們還不是一個純Omicron的 的一個環境 所以他還不敢輕易的說 我們就是要與病毒共存了 因為那樣子的狀況 會連所謂的入境的儘管措施都會放寬 那這個時候如果Delta也進來 那個Omicron也進來 這個共存的那個效果 恐怕會很難想像 所以我相信他們現在是 所以台灣的條件還不到嗎 簡單來說 其實很多國家都已經 都已經 就是爭一隻眼 差不多就這樣了 對 你看日本東京 他都是用這樣的狀況辦奧運 所以有時候你會想像說 台灣某種程度我們確實在過去兩年 除了去年那個5月17到7月底 那一段時間比較嚴峻 其實大部分時間我們幾乎是一個 零社區感染的狀態 那這個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如果我們所謂的模範生的這種模式 我們沒有辦法把它秉除的話 我們就不行 我們就不能有人確診 有人確診就該死 那糟糕 這樣的觀念其實才是 我們未來面對這個病毒 它轉變形態的時候 就是一變成一個大量感染 但是它不是中症或重症以上的 這樣的一個感染模式的時候 我們反而會變得 花更多的人力做不必要的工作 其實對醫護來說 其實你知道 我有一個尊敬的一個政壇的前輩 他昨天在醫院的急診室 待了一個晚上沒有醫生來看他 因為大家都在忙疫情 其實去年 所以他就被擱著了 對就是他說他氣到今天一早 他從急診室直接離開 他決定今天到另外一家大醫院去看 他不要看那家醫院 因為他覺得這家醫院根本不理他 他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急重症 但是他就身體那種類似外傷的不舒服 所以他覺得他有被疫情排擠到 對我告訴你這個東西 最近有一個社會觀察家他投書 就是發現說去年一年的死亡人數 是過去近五年平均多大概一萬多人 那可是我們確診疫情確診死亡 跟這個所謂的疫苗不良反應的 頂多加起來兩千多人 那為什麼會增加那麼多 當然不是用蓋排來解釋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當我們的醫療量能集中在處理 所謂的確診者的時候 其他本來就有慢性病的 需要長期照顧的甚至還有陪病 因為限制只能一人陪病 家裡面可能輪派不來的時候 很多就不去了 然後很多可能你知道家屬 他們很多病患喔 在那個長期住院的狀態下 可能心裡面生理上都會受到影響 因為這樣可能他的 就是原本是一個 假設100%的醫療量能 家人都在陪你的狀態 跟剩下50%的時候 可能有一部分人就會受不了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當然就是跟所謂的經濟有關 也許是勞工失業 也許是餐廳關門什麼等等 他們活不下去 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受到所謂的疫情衝擊的 導致醫療量能不足 而被被迫 因為他不是確診者 卻因此得不到 該有的醫療資源的時候 這一些人喔 其實這樣才是 我們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 如果我們把所有 你看像現在 我們現在昨天又宣布了 這一段時間我們的醫院 又禁止探病 又是禁止陪病 陪病只能一人等等 就把家人這樣措施之後 某種程度是讓病患孤獨 對 其實很多時候人在生病 尤其重病的時候 需要的是陪伴 他需要一股力量能夠撐下去 當你知道 你以為住在醫院裡面 醫護士啊醫生啊 會一直來陪你嗎 不會 他們也很忙 尤其在這種防疫的措施下面 更忙 更沒時間 他們要去看接觸一個病患 他們也要做很多防疫的SOP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他們非必要不會去理會你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人病情 會因此惡化 心理是會影響生理的 對 所以我說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才是我們接下來要面對的啊 所以指揮中心 不要 我覺得確實不需要去爭執說 該不該升三級或怎麼樣 但是該做的 比如說我們要告訴社會說 我們在面對Omicron病毒 要用什麼樣的心理來準備 那當然凱翔剛剛講的也很好 就是 如果我因為確診 我就要14天 跟這個社會隔離 甚至我不用連被匡列 我只要接觸了確診者 我就要隔離14天 那很多人的恐懼其實是 是來自於這裡 他不是恐懼確診 他是恐懼隔離啊 所以 當今天很多人因為怕這樣 所以我寧可自主升級的時候 那經濟一樣受害 其實我今天問到一個 剛好一個 我訪問一個立委嘛 他就講到說 有一家那個餐廳啊 他們如果 取消尾牙 他的那個食材的費用 因為他已經進貨了 訂金還是要照收 然後就有人 就有民眾跟他陳情嘛 說可不可以叫餐廳不要收 然後那個立委想一想 指揮中心沒有宣布 不能半尾牙 那你餘法沒有辦法補償嘛 而且人家的成本就進來了 後來他說 那我如果延期呢 人家食材又不能延到 兩個月以後 放了也會壞 放不久 對啊 除非你冷凍起來 你願意吃 所以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在民間這樣的時候 你知道最後那個立委說 他說我只給一個建議 就是繼續辦 就是這樣啊 對啊 所以你知道 這有時候 我們自己心裡面 民眾當然會很緊張 因為 每個人都不希望自己確診 不希望自己 被這個疫情受影響 尤其是馬上要過年的關頭 但是 但是如果我們用 其實疫情是科學 我們用科學來做根據 就是如果今天 這個病毒 現在這個所謂的 主要感染傳染的 這個變種病毒 它沒有 致死率 重症率都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我們確實不用 用到那個所謂的 那麼強硬的手段 來對付它 對 這個就是那個 王任賢理事長說的嘛 對 重症下重手 輕症下輕手 無症狀不出手 連手都不出來 沒錯 對所以我說 這是我們現在指揮中 應該要 你不要再花時間 在那個每天下午2點 看確診數的記者會 該做的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接下來要不要轉型成 下一階段 要做哪些措施 怎麼做 對可是呢 如果今天還有Delta的 威脅的時候 你又不能把邊境 輕易開放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 我覺得該做的是 這個是戰略格局 不是那個 那個什麼 要不要戴口罩 這種所謂的 很細小的戰術格局 沒錯 對所以我說 指揮中心該花的 是花的功夫 在這個地方 否則很多民眾 自主當指 每個人都當指揮官 我可以自己決定 我的防疫政策 全部升三級 我跟你講經濟一樣完蛋 對所以我說 現在桃園已經開始 逐漸往這個 你知道我 我今天看到新聞 我家 離我家不到一公里的 那個幼兒園 今天就是有確診 而且是感染源不明 對 我現在很 我一年多沒有回 一個多月沒有回這個老家了 那我就想說 馬上 你先緩一緩吧 馬上農曆你要回去了 那我怎麼辦 對 是不是 就因為就離我家真的很近 我自己會有 會有一點恐懼 但是想想 還是得回去啊 過年還是得回去啊 所以就是密切關注一下 最近這個狀況 好 那既然這個楊明講到桃園 那桃園最近 就一直有聲音出來說 那要不要桃園 這麼情況那麼嚴重 單獨升三級 那有醫生就說了 這單獨升三級風險更高 恐怕會加速人流移動 使疫情擴散出去 也就是說 那大家都 就往二級的地方移動嘛 會不會這個風險更高 然後情況更失控 這是一個問題 那說到了移動 我現在請教這個在線上的是 我們在高雄的文三北 文三北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現在在高雄當地的話 這個大家會緊張嗎 因為快過年了 那疫情整個狀況呢 其實每天還在爆啦 這最煩惱的三種人 第一種人就是開餐廳服務業 第二種人是純有小朋友 12歲以下的小朋友 第三種人就是 我在外地郵主到底是不是要回來 這三種人最痛 各位防疫升級 不是要有專家去認定嗎 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 所有的專家都不跟我們說 所有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尤其在他們執行的時候 那麼的感覺就是 陳時中想升兩級就兩級 想升三級就想三級 想崩就崩 但是崩了就不解 這些所有觀眾朋友會很害怕 今天不是擔心他確診 沒有錯 南部也是一樣 尤其南部最近的足跡這麼的多 他們都要煩惱 是會在我們身邊而已 尤其過去他跟班友人聯合 他們現在不像凱翔所說 Omicron是一個類似流感化的 嗯 他們沒有這種準備 他們沒有這種心理準備 他們的印象就是存留在萬華當初的 洛布特當初的這個狀況 指揮中心到底讓我們心理狀況 讓我們本身的感受 讓我們本身的中間 說我如果對 要慘了 我身邊這裡所有人要做 我身邊這裡所有人要做 我身邊這裡所有的店家要做 結果我這些人全部都要放起來 這是他現在最擔心最怕 再來開餐廳的業者 進市場已經很可憐了 買下這段時間出銷是有夠多 正十二十六 人家說做到要死 做到要死也都要吃回好了 年末就要買下做這個時候 老闆就要鼓勵一下 要認真跟萬光威勞一下 原紀人老闆好意 變成老闆說 如果是萬光確認的時候 我和工廠就要關起來 和工廠就要聽見 如果剛才老闆就把這個錢 換現金打現金 給他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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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可以餐廳的錢 但是這個餐廳 餐廳沒有辦法付我 這個材料的薪水 可能餐廳的餐廳 第一 我要跟大家說的 也許大家全世界都在往 開放國境 跟疫苗共處的這個方向去走 但是台灣是不是有這個條件 是不是成熟 我們要真的要 稍微的去思考一下 Omicro現在侵襲的對象 可能我的觀察 從媒體得知的數據上 年齡曾有下降 台灣的小朋友 一孩小朋友跟今天有出生 甚至有很多國中生 18歲以下的天然 才打到第一劑 應該如果沒有記錯 目前的狀況是應該是這樣子 大家的身體裡面的抗體有同樣嗎 第一劑達到80% 第二劑達到70% 但是這些年輕人 這些小朋友 不可能要往下攻擊的這個傾向 他可以發展到什麼程度 沒有人會知道 真的沒有人會知道 全世界告訴我們的是輕症 但是他們的疫苗普及率 他們是不是有年輕人往下打 這個狀況 我們都不清楚 要了解多少錢以前 我們要先和剛才兩位來賓說得最好 我們到底是準備好月 我們有準備什麼月 剛剛那個 口服疫的那個疫苗的那個藥 為什麼買那麼少 為什麼採過那麼少 這不是更加少想 3加11的時候 你單注疫苗 沒有買 它是造成這麼多人的死亡 煮頭幾位啦 千惠啊 所有的好朋友想一想 如果防疫用政治啊 這也是犧牲 因為是我們台灣的老百姓 那陳時中說 當年這個風壓部隊 我剛才就有說過 風也是風的 但是風了他就不開風 八大行業一群 最終是就是 八千中的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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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 所有的好朋友 今天不是我替八大行業的講話 他們也是人 沒有人願意再想 再過那種生活 但是沒辦法 他剛才可以這樣做 他目前就是這樣啊 但是陳時中的政治防疫 用所有的 所有的防疫措施 都是由政治做思考 純到一記之書 大家如果想到你也沒聽到沒走 各位好朋友 高雄現在也很緊張 有了 尤其在我們保修工那邊前進那邊 高雄購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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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提到一個重點就是呢 指揮中心很多的指引其實標準是不清不楚的 好那在討論這個議題之前 我先為您介紹加入我們討論的來賓 是國民黨智庫副執行長黃新華你好 陳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那這個問題我就直接問你了 我說哪裡不清楚 其實昨天我們已經討論過一波了 因為這是中央已經下令了 下令就是政治人物禁止跑塌 到過年這段期間 那我們仔細看了一下內政部的相關規定 其他明確的就是說公職人員還有現任名單 那他就開始講了那我不是現任名單 我今年像你一樣要選啊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跑那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什麼叫做跑塌 跑塌的定義是什麼 到掃街然後進入菜市場或者是參加尾牙 就才算跑塌嗎 那如果我在路口揮手呢 這種東西敗票呢這算不算是跑塌 就他這些定義通通都沒有出來 那在昨天下午的時候 其實陳忠祐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但結果還是不清不楚 他推給內政部 那陳忠祐只是說呢 他希望政治人物作為大家的表率 好那我們就再回去看看內政部 內政部還是沒有講清楚 所以就這樣 沒有錯其實這個昨天 從相關規範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大家搞得非常的 怎麼講非常的猶豫喔 那你怎麼做呢你跑不跑 以我來說像我是 我叫做你參選人 因為我還沒有獲得國民黨提名 我叫你參選人 其實嚴格來說不在這一次規範 但是我們在想因為防疫其實大家都很重 所以我也不得不取消這兩天 所有的這個公開的拜票的事情 只要跟人有接觸 包括市場也好 或是在捷運站好 我先我先忙取消 那趕快緊急的來這個 做一些新的一些調配 我正在想要如何發展 叫做非接觸式的接觸 這樣子喔 怎麼做 對我們還在思考這樣子喔 所以基本上來說 我覺得第一個 確實是殺得大家措手不及 那第二個我想講說 其實我覺得指揮中心 從過去到現在 我覺得充滿了太多這種模擬兩可的事情 特別是我覺得過年在即 Omicron的這樣一個這個非常高度感染力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大家不要記不記得 我們在去年的大概五月的時候 就在母親節這個假期的前夕 大家就一再的提醒說 欸到底母親節這個南北人流來往 要回家看媽媽 到底指揮中心你覺得怎麼樣 記得那時候陳時中下了一個指令說 OK大家可以繼續如常的回家看媽媽 可是現在問題又來了 過年到了同樣又是南來北往 那請問一下現在這個陳時中 你到底這個決定怎麼樣 會不會大家一直在 尊尊的給你一些這個建議 但是你卻還是怎麼辦 怕會不會讓這個民進黨的執政受傷害等等 怕會不會跟民調的趨勢不一樣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雖然我是一個參與這次選舉人 確實因為指揮中心的規範 講得不清不楚 第一個什麼樣叫做跑通啊 第二個什麼樣叫做這個 什麼是這個 到底在規範的人員之類 其實我們真的有一點害怕 那生怕這個 一有這個差錯就成為重死之地 所以第一個我覺得指揮中心 你真的不要再逃避 你真的有責任把話一次說清楚 這樣子大家也比較好有一個歸循 你就講說到底什麼東西可以去 到底什麼不可以去 你就講清楚就好 第二個我覺得 其實在這個目前來看起來 我覺得我們真的不要再這種 感覺式的防疫了 怎麼說呢 去年我們缺疫苗陳時中你告訴我們說 你已經採購了幾千萬劑的疫苗 可是前一陣子就是上禮拜 大家記不記得 大家打疫苗打到 莫德納怎麼又缺貨 奇怪這個東西 不是去年都說要採購幾千萬劑 為什麼同樣的事情一再的發生 同時我們疫苗的預約的系統 也一再的發生狀況 這些東西不都是去年 這個遇到的狀況嗎 所以我真的要質疑 我們這個所謂的IT大臣唐鳳先生 你到底真的是一個數位大臣 還是你只是一個民進黨的數位吉祥物呢 對不對 好所以反過來我想就是說 防疫是一件非常務實的事情 指揮中心 你不要好像就是 這個之前雙北這個有問題 去年的時候 全台就賣你一種 全台陪雙北坐牢 可是現在桃園出了問題 你就說桃園人很辛苦 大家提案他 你知道會不會太兩套標準了 我們的防疫真的充滿太多的 意識形態太多的兩套標準 我們可不可以拜託指揮中心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明確的一個 這個回復明確的定義 同時我覺得對藍綠直燈的縣市 應該要一視同仁 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就是需要大家彼此的醫療量能 相互支援的時候 我們不要再鼓吹仇恨 不要再有模糊地帶 一起好好的攜手 跨越藍綠跨越政治的立場 大家好好來做防疫才是王道 好說到了標準問題 我們繼續再來看到 這個台灣登上了國際媒體 登上了俄羅斯的電視台 那他主要報導的是 在2020年的兩個案子 都是跟移工有關 一個是印尼籍移工這兩個人 來台入住防疫旅館期間 他們一起出去想要吃東西 結果才走出房門 才一分鐘被抓到 各罰10萬之外呢 還有一些Lily Cole的錢加起來 兩個人共欠款27萬 不過根據了解是他們的雇主 幫他們繳清了 另外更早也是在2020年 那當時這名這個案子很有名 菲律賓的移工 他只是呢 移開防疫旅館8秒鐘 就罰10萬元 所以這兩個事件呢 就登上了俄羅斯電視台 那他們認為說 哇台灣真的是防疫嚴刑禁法 全世界最嚴 真的是全世界最嚴嗎 要看對誰 我們來看到像是 這個是在長榮紐西蘭籍醫師 那當時呢 他為什麼 大家要把他記上一筆 因為他是讓台灣253天 沒有本土病例的這個紀錄破功 就是他 那當然他隱瞞疫調這個部分有被罰 不過呢 當時他在機艙裡面 沒有戴口罩的這個部分 陳忠說因為沒有人先勸導他 所以不罰 不罰他 陳忠自己也是啊 有沒有這個去年脫下口罩歡唱 他自己嘴硬說這個沒有違反防疫指引 所以當然也就罰不到 所以凱翔這很清楚啊 你說我不知道這個輕重有 有比例原則嗎 還是我們的防疫也就是因人而異 我們台灣一向都在欺負移工不是嗎 這件事情你會意外嗎 台灣就是在欺負移工啊 所以這件事情不要忘了 你現在被俄羅斯電視台酸 不要忘了當時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還有日本電視台報導這件事情說 台灣真的防疫做得好棒喔 台灣人民會追索這樣的規定 可以跟你這樣罰也沒有關係 代表台灣防疫做得多好 那時候所有側翼的這些媒體啊 然後側翼的粉專啊 還有PTT上很多鄉民啊 網路媒體上面很多鄉民 都在講說你看台灣做得多好 日本都大幅報導 所以現在在其他人 其他扣掉大內宣的這個眼鏡摘下來之後 別人看了說你就在欺負人啊 你就在搶錢啊 本來就是當時的時工環境 指揮中心說什麼就像聖旨一樣 事後發現其實根本就不是這個樣 那這其實也不值一提啊 我只是覺得不要再欺負移工了 而且你真的對移工的照顧真的沒做好 幾次群聚都跟移工大規模群聚有關 那這件事情你敢說什麼呢 你只是罰人家錢這件事情真的很不OK 那知道剛剛那張其實有很多可以講的 好那請導播回來 我特別想講一下 講什麼建議桃園單獨升三級的官員 我覺得我們此時此刻最該隔離的 就是這種二百五 這種二百五趕快關起來 不要講這麼智障的話 什麼桃園單獨升三級 那大家都去新北市聚餐啊 然後哪裏單獨升三級 那大家都去桃園市聚餐啊 就跟去年 去年就也有這樣的二百五官員 但去年 顧念你出犯情有可原 怎麼過了一年之後 你還講這種蠢話 所以如果指揮中心裡面 真的有這樣子 這個報導是屬實的 真的有這樣的二百五的話 趕快把它隔離啊 來救救大家 再來跑突發的事情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 徐國勇講出什麼話 其實基本上我都不驚訝 但是這個規定也實在非常莫名其妙 他就像是 哎呀那天因為很多人確診 搞得人心惶惶 民眾大家惶惶不安啊 所以指揮中心特別 多待幾些人啊 中午的時候 蘇貞昌去視察過指揮中心啊 那下午 那國勇你也來吧 那誰誰誰也來吧 然後大家坐在那邊 不知道幹嘛 腦袋空空就隨便講幹話 大家不要跑突發 為什麼不要跑突發 民眾的活動有在辦 那政治人物去有什麼錯 政治人物怎麼樣 政治人物說 因為我今天當了立委之後 我的那個口水量會是一般人的三倍嗎 還五倍嗎 還怎麼樣 我今天當了議員之後 我吞吐出來的那個氣息 又比其他強人強個十倍 沒有啊 民眾的活動還是可以辦 參會各式各樣的 只要活動有在辦 坐在那邊吃飯 口罩這樣脫下來 你去進什麼政治人物跑突發 那就只是作秀 純粹就是你當天真的不知道 你要講什麼 你拿不出什麼更合理的 更合理的或是更有效率 或更更 這就是更有用的策略嘛 所以你就隨便講 大家不要跑他啦 以身助責啊什麼什麼的 這就是徹頭徹尾的幹話 所以我才不用意外說 為什麼他的定義不清不楚的 對不對 因為是幹話 他可能當天中午才想到的好不好 這什麼計畫可言 這什麼科學根據可言 民眾坐在那邊吃飯 每個人口罩脫掉 你禁我我禁你的 一個政治人物進來禁酒 請問一下會怎麼樣 你要嘛 就把那個單位直接禁掉嘛 我也不是說要幫政治人物講話 我只是覺得這種 我們的我們官員的腦袋 都花在這種事情上面 他們防疫怎麼會做的好 就像是去年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跨縣市的協調會 坐下來第一個議題是什麼 一個人開車要不要戴口罩 你白癡嗎 你考慮這種議題時間多是不是 現在這個也是啊 所以我來講前面我們在講 可是搞這麼久了 怎麼都沒進步啊 腦筋怎麼會一直空著啊 他就是一個會要你登記 登記棒球棒的男人啊 他就是要叫你助記棒球棒的男人啊 他腦袋裡有什麼東西 就是這些東西啊 就是那種務虛不務實啊 然後看起來威風靈靈很霸氣啊 規定很規定 但其實就是沒有意義啊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也想要講 剛剛楊敏講的 重要事情是什麼 重要事情重新定位這個病毒啊 重新去定義這個病毒 你仔細去想一個狀況 仔細去想一個狀況 今天他剛剛講那個尾牙 那個我非常有感 今天那一群 這個桃園某銀行的那些行員 他們吃完之後全部人都中 一個都沒事啊 頂多可能覺得自己喉嚨痛 喉嚨癢癢癢的喉嚨痛 以為自己感冒吃個藥 根本沒事早上班啊 誰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感染了Omicron 所以你後來去追到 都發現他們感染了 請問一下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這個社會要付出多少的成本 去你知道上窮必落下黃旋 去把它徹底消滅 要花多少成本 所以我覺得是這個實際 在這個大的戰略的角度來說 大的戰略層次 真的不是說你要不要戴口罩 要不要跑突那種 而是你整個國家的資源 不管是醫療的經濟的 然後各式各樣的資源 要怎麼配置 配置在合理的地方啊 那現在狀況是長這樣 那你在整天在那邊跟我們講 要不要跑突那種戴口罩 那我就真的懷疑你在 你在失位速餐啊 你沒有把真的時間跟精力 劃在應該要做的事情上面 那你大戰略如此之不清 你下面做什麼事情都會徒勞無功啊 對 好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